一盤做手派可憐媽媽騙到貨星家 台目的出租了五百萬對心啊 全台都在小房子 像說到主客利用的當情形 來要求降價賺到差價 今天看我很 看我家境不好很便宜 你賣房子 你會便宜怎麼賣 會 跟沒多久你發現我把他 加了五百萬賣掉 那你聽到了什麼感覺 可是我覺得很噁心啊 當然不會啊 那怎麼講 那對別人仁慈 就是對自己殘忍 看來這個臨桑可能有吃虧假 扣住立宵才靠手 去年11月他要賣貸目 屬東路一間三房的老公有 開價兩千兩百八十萬 今年三月的時候 一對阿嬤帶兩個小孩 苦苦哀求 想要讓小孩來讀書東國燒 用餘新傳 他只是新娘的 他負心介紹一千七百三十萬 雖然到家庭的第二天 他的家庭又燙燙燙 回家的望路上面 非家就是他原本要賣兩千兩百八十萬 讓他真的要平費 是真的 是真的 我就是賣電話了 我家人都很難過 因為我好幾人都冒冒 我這樣就死了啦 是個電路上面也比較是電子 當初新郎的 超負心 單價算來是四十三萬五 變成社會最低價 而且無限也不是特殊的高額 既接著我天本發現 買家呢 是一間公司 專門理財工座 用點上路經營 民生方法 集團的書名是幫人實現 在乎的自由 而且公司買賣出一家來轉手 比較自然的一半 僅僅省一半的錢 立合一稅如果他是這個 自然人持有 然後在一年內出售的話 這個稅率的部分高達百分之四十五 但是如果是境內盈利事業 持有這個不動產 然後在一年內出售的話呢 他的這個稅率呢 就只有百分之二十 所以呢 從這個稅率結構來看 短期持有的話 應該是以這個國內公司法人 持有比較省稅 原來是現財富自由 就是要先犧牲人的財富 一秒就了解 既然卡電位去去健康室 問如何買到這間家的設置 公司的 一向也聽你的事情 問題不方便說